想要得到真正的爱情光,靠嘴里说着情话已经是没有用的了,我们早就已经过了耳听情话的年龄,也不再那么相信这些所谓的好听的话,一个人的嘴是最容易骗人的,只有从行为和小细节中,才能看出一个人对你到底真心与否。 原来,追求一个女人,只是靠甜言蜜语,你浓我浓,是没有用的,而是靠你的这些东西。 01,在她有困难的时候帮她,解决难题女人有困难的时候最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,你的一个小小的帮助或者建议,她都会对你感激不尽。 02,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都无计可施,不知道该怎么做,这时候最希望有这么个参谋帮她出谋划策。 02,对待你喜欢的女人,该大方的时候就别小气,既然你喜欢她就不要学铁公鸡,多在她身上下点本钱。 当然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,不要学着抠门,该花钱的地方要舍得花钱。 你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,那么钱在你眼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 只要能够让她高兴,让她觉得你对她好比什么都重要,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?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,当然这只是个比喻,女人们不要恨我。 03,独宠 她一人女人跪在安分守己,男人跪在独宠异女。 女人喜欢自己男人对待自己的特殊,觉得无可替代。 往往和女性朋友玩得好的男人,女人不太喜欢,女人会觉得中央空调,对谁都一样,没有安全感。 男人要抓住女人的需要的特殊感,就对她一个人好,她就会觉得你是真的爱她,她才会珍惜你,对你好。 04,在她朋友面前留下好意,像有的时候他们的一句话顶得上你做十件事,所以一定要善待好她周边的朋友,有了他们的帮助。 她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掌握中,观察敌情的同时,也可以了解周边的其他对手。 关键时刻,这些内应的通风暴信客,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,这是一点。 另外一点就是,你一定要把握住自己,别看着她的闺蜜也挺好就想见一丝签,这个绝对不可以。 小心帆船,别说我没警告你。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,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。 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。